各位戰友大家好 我是戰國導遊岳翔兵長 歡迎來到岳翔的戰國淺度旅行 前兩週聊了十田三成跟倒左鏡之後 今天讓我們把焦點放在人稱異將的大谷吉祭 大谷吉祭真的生了賴病 他是擅長打仗還是擅長內政呢? 他真的事先知道小早穿繡秋會叛變嗎? 就讓我們一起來探討看看吧 首先來聊聊大谷吉祭最有名的傳說 傳說他得了賴病 可能就是現代說的汗生病 導致他的臉部皮膚腫脹 眼睛失明 這個說法最早來自本院士顯儒的佑比 他在日記寫下了當代的八卦消息 在大阪發生了隨機殺人的千人斬事件 傳說是大谷吉祭為了要致病而犯案 上一週的倒左鏡篇有提到大和國最強日記 多文苑日記也有記載這個八卦 但是多文苑日記完全沒提到大谷吉祭 後來還補充了犯人被逮捕歸案的消息 所以在聊八卦的時候真的要有始有終 不要隨便講到一半就斷尾 平白無故讓大谷吉祭變成戰國的千人斬拔刀斋 另一個有名的傳說是大谷吉祭參加茶會的時候 他臉上的濃 滴進了茶碗裡面 在全場尷尬的情況之下 十天三成面不改色的喝下那杯茶 為大谷吉祭化解了尷尬場面 從此之後兩人成為末寧之交 大谷吉祭才會在官員之戰 以死來回報三成的友情 這個傳說非常有名 但是到底出處是什麼呢 很常上電視的本香和人教授 認為出處竟然是二十世紀初期 西元一九一一年的始論 英雄論 確實在江戶末期的名將言行錄 或是十九世紀末 日本軍部編傳的日本戰史官員之役 都沒有提到這件事 所以這個傳說 很有可能是後世穿著附會的二創傳說 但是話說回來 大谷吉祭確實有生病 他在三十五歲那一年寫信給直江堅序 信中提到 因為患有眼疾 請容我用印章來代替花鴨 而且大谷吉祭在三十五歲之前 跟十田三成聯名發出了許多公文 但在他三十五歲到四十歲之間 很少看到有他庶民的公文 大谷吉祭在這一段期間 應該是淡出政壇專心養病 而且說老實話 漢生病是一個長期受到歧視的疾病 除了剛剛所說的茶會傳說之外 幾乎沒有看到大谷吉祭遭到眾人排擠的紀錄 在官員之戰的一個多月前 他曾經跟島津義弘喝酒喝到隔天宿醉 沒有辦法接見死者 京都的公卿跟大谷吉祭的關係也都不錯 看來大谷吉祭確實患有會影響眼睛的慢性病 但應該不是癌病 話說回來 既然大谷吉祭的人氣很高 但是能夠證明他前半生的資料卻很少 連他的本名都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 江戶時代的軍紀物以及福士會說大谷吉祭的本名是吉隆 官員古戰場的大谷吉祭墓 墓碑上面刻的也是大谷吉隆 但是吉隆這個名字 出自大谷吉祭戰死的170多年後的列祖成績 就目前所知 有大谷吉祭簽名的當代文書 簽名只有祭之界跟吉祭 而且都是在他27歲之後留下的資料 西元1585年大谷吉祭27歲那一年 秀吉就任官白 大谷吉祭跟十田三成也一起授封官職 大谷吉祭就任刑部少府 人稱大谷刑部或者是刑部少 他身為秀吉的核心幕僚 授封敦賀五萬旦領地 他跟十田三成聯名發了許多公文書信 大部分都是檢弟、外交或者是秀吉在攻打九州 朝鮮之類的後勤事宜 如果單純拿目前可考的史料來看 大谷吉祭比較偏向是文匠的色彩 但是大谷吉祭在官員之戰實在是太有名了 當代的人緣又好 加上秀吉又說想把百萬大軍交給大谷吉祭來指揮看看 導致江戶時代有許多軍紀物 試著去挖掘大谷吉祭的少年時代 例如古今武家聖衰季 或是十九世紀的名將炎行錄 說大谷吉祭的父親是九州大有家的家成 一直到秀吉進駐紀錄成要攻打毛利的時候 大谷吉祭透過十田三成的介紹 成為秀吉的家成 兵長手上九零年代初期的歷史書 把大谷吉祭分類為九州的豐厚眾 但是根據近年的考據成果 認為大谷吉祭的出生應該是晉江國 大谷吉祭暫死六十多年後的晉江國帝制 淡海溫故路說大谷吉祭在秀吉擔任長兵城主的時候 成為秀吉的小姓 並且有人考據大谷吉祭的父親應該是六角家的家成 所以近期的書把大谷吉祭的出生地 從原本的九州改為晉江 中文的維吉百科 還有說大谷吉祭曾經參加了 救援三中路之界的上月城之戰 還有攻打三木城的戰爭 但是這些說法很有可能是二十世紀後期才出現的說法 這些說法的出處來自武功業化 這本書是七十幾年前 颱風過境之後在倉庫找到的古文書 但是很多學者對這本書抱持懷疑態度 認為這本書有很高的機率是未書 所以說大谷吉祭二十七歲之前的傳說 不能說是不可能發生 但是目前還缺乏證據佐證 講到這裡很多戰友應該會覺得很奇怪 大谷吉祭看起來應該是擅長外交與內政的文將 到底大谷吉祭的打仗厲不厲害呢 這個問題如果只看大谷吉祭對小早川秀秋是不夠的 讓我們把時間拉到官員之戰的兩個月前吧 當時大谷吉祭受到了德川家康的號召 一起出兵準備攻打惠金的上山 他在行軍途中受到十田三成的邀請 到左河三成去做客 就在那一天 十田三成告訴大谷吉祭說 我要打倒家康 傳說大谷吉祭連說三次 三成沒有勝算啊 果然重要的事情要講三次 雖然大谷吉祭理智上知道沒勝算 情緒上還是想要支持十田三成保衛封城家 在官員之戰開打的兩個月又四天前的7月11號 大谷吉祭終於下定決心加盟西軍 大谷吉祭厲害的地方 在於他下了決心之後 就能光束把事情做到最好 大谷吉祭、十田三成、安博士慧瓊 三個人在左河三成達成協議 要推舉毛利輝元為總大將 四天之後毛利輝元就出兵了 一個禮拜後在十田三成跟大谷吉祭的運作之下 大阪城內的鳳行們發佈了 內府為命四項條例 西軍正式向德川家康宣戰 然後大家一起發兵圍攻德川在京都的據點福建城 在8月1號把福建城給打下來 所謂兵貴神術 大谷吉祭決定加盟西軍的20天後就發生這麼多事情 甚至讓人覺得大谷吉祭、十田三成還有安博士慧瓊 是不是在很早以前就打算要對抗德川家康 接下來讓我們把目光放到日本全國 這時候五大佬的毛利與喜多已經加入了西軍 德川正在路上準備要去攻打上山 剩下的關鍵就是加賀的錢田家 大谷吉祭在7月底 曾經試著拉攏錢田加盟西軍 但很不巧的是 錢田家已經把阿松夫人送到江戶當人質 所以錢田軍拒絕了西軍的邀請 選擇參加東軍 對大谷吉祭來說 就算沒有辦法讓錢田成為同伴 也一定要封住錢田的動態 大谷吉祭率兵從福建城回房北路 在8月2號抵達東軍的府中城附近 隔天8月3號 錢田軍打下了大勝四城 錢田軍的下一個目標 就是月前的重鎮北支莊城 但是錢田軍竟然突然撤退 為什麼錢田軍會突然踩煞車呢 江戶時代的軍紀物說大谷吉祭抓住了錢田立家的女婿 要他寫一封信回到錢田家 說大谷吉祭一面派兵支援北支莊城 其實偷偷派了一路水軍 要去偷襲金澤 錢田軍考量到京都的福建城已經被打下 又擔心金澤的安危 最後決定退兵 西軍成功的爭取了時間 重新分配軍力來防備錢田軍 雖然這個說法 聽起來很像是江戶時代 穿鑿附會的說書人故事 但是錢田家的家成 曾經寫下立長公被某個膽小鬼影響才撤兵 看來石田三城牽制錢田軍的技策 也許過於戲劇化 但是有一部分應該是真的 如果大谷吉祭沒有封鎖住錢田軍的攻勢 讓錢田軍穿過北路的話 官員之戰的歷史一定會被改寫 雖然大谷吉祭努力穩住北路戰場 但是西軍規劃的齊富城到大圓城防線 竟然被東軍的先鋒 在一天之內打出一個缺口 大谷吉祭只好率軍前往美農協助石田三城 通說認為大谷吉祭事先就拆到小早川秀丘會叛變 搶先布陣在小早川秀丘的軍隊前面 但是這個說法只對了一半 因為大谷吉祭在9月初 在官員的西艾口附陣 並且搭建了土壘等防禦公式 看來大谷吉祭是打算要守住 通往京都的戰略要地 據說小早川秀丘這時候仍在陵路關 準備要支援伊士戰場 後來小早川軍又突然回轉 在琵琶屋附近暗軍不動 直到官員之戰的前一天 小早川秀丘趁機趕跑了松尾山上的西軍 大搖大擺了佔據了松尾山 因此兵長認為 大谷吉祭思考的不只有小早川秀丘 而是要佔助戰略要地 因應戰況的所有改變 因例9月15日的早晨 官員之戰正式開打 大谷吉祭負責的是南線戰局 他從開戰之後 就對上了騰塘高虎的軍隊 通說大谷軍從早上站到中午 突然小早川秀丘倒戈 導致大谷軍附近的西軍四橋牆也跟著倒戈 大谷軍被圍毆致死 不過近年也有學者提出新說 認為大谷軍跟騰塘軍開戰沒多久 小早川秀丘跟其他西軍四小牆 就立刻倒戈圍攻 由於情況太過危急 導致大谷吉祭沒有辦法撤退 關於新說 可以參考胡偉全博士的 官員西軍與官員之戰 或者是日本學者白風巡的相關著作 不管小早川秀丘是一路猶豫到中午 還是一開戰之後就立刻倒戈 大谷吉祭遭到小早川秀丘被刺的事情 確實有當代史料可以證明 奈良春日大社的《忠誠又犯記》 記載小早川秀丘身為秀吉揚子 竟然從背後攻打友軍 不但是個卑鄙的武士 還是個不孝子孫 史料只有提到大谷吉祭 被小早川秀丘等叛徒圍攻到死 軍紀物裡面則有許多感人的傳說 讚揚這一個下定決心就堅持到底的議將 據說大谷吉祭知道已經無力回天 他要布下愛惜生命趕快逃跑 大谷吉祭身邊的幾十名近士 康愷激昂的說 就算死也要向小早川軍爭一口氣 大谷吉祭嘆了一口氣對他們說 可惜我的眼睛已經看不到你們奮戰的模樣 向我報上名之後再去衝鋒吧 每年十月的官員核戰祭幾乎都會重現這一幕 真的非常感人 慶長軍紀則加碼 大谷吉祭在切腹之前 對著小早川秀丘軍大喊 金吾你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 我三年之內一定會找你報仇 關於大谷吉祭的目的 有兩個不同的說法 常山祭壇說大谷吉祭交代湯前五柱 不要讓自己患病的首級落入敵軍手中 受到敵人的嘲笑 湯前五柱為大谷吉祭借錯之後 帶著吉祭的首級到山中埋葬 這時候藤堂家的五柱 發現了湯前五柱的蹤影 兩人展開了激戰 體力不激的湯前五柱 對藤堂家的五柱說 我曾答應祖軍 絕不能讓他的首級落入敵軍手中 請你念在五柱之情 切莫泄露我家祖軍首級的下落 藤堂的五柱也是個綜藝之人 他拿著湯前五柱的首級回去領賞 卻完全不提大谷吉祭首級的下落 傳說藤堂家在戰後 修建了大谷吉祭的墓 後來湯前五柱的子孫 又在大谷吉祭的墓旁邊 修築了湯前五柱的墓 讓這一對祖蟲能夠在一起長眠 在米元也有大谷吉祭的首種 傳說是湯前五柱為大谷吉祭借錯之後 由石田君的崇軍生帶到米元去安葬 所謂人死流民虎死流皮 大谷吉祭留下的史料大部分都是公文書 但是當代的貴族還有武士 都讚揚他的忠義與奮戰 遠遠勝過因為島哥得到封賞 卻留下千古罵名的小早川繡秋 所謂實窮解奶線 一個人的價值真的要到最後關頭才看得出來